為了要讓中部吃到老 學到老 過快樂的露靈生活 沒了叫頭下屋都會固定基盤各種豐富的課程 包括做手工的做點心頂頂 這次要安排跳劍公操的課程 透過勤善的音樂 加雄老師用心的記得 除了有M1老花的學校 也讓在中的中部心情都很勤善 每次都笑笑笑 公佳麟 嘿 花七七 輕鬆的音樂聲 更配合老師瓦牌的記得 讓現場的中部的跳健康操是跳得笑笑 沒了叫頭下屋發展學會 不然一天都會固定安排各種的豐富固定 讓中部的吃到老 學到老 這老師在教這個健康操啦 大家訓練都不錯啦 到那裡 運動 從那裡運動改 身體會比較快 比較健康 我們在老花都大家很大配合 訓練這樣 我們拜日跟拜五 再去到月報 都有這個預防老人失智 這個活動 每一天 拜日跟拜五都會請一家老師 做一家健康操 也會做一家所做的課程 課程 課程非常豐富 目的就是希望老花常常來社區 不要都集在家的 還不願意研訪她的失智 對老大人來說 跳健康操可以多當她的腳踏手 幫助援發到發覺實力以外 心情也會更加輕鬆快樂 對她的身體健康是非常幫助 我們今天是預防急延緩的課程 那我們在課程中融入歌謠律動的元素 讓長輩在輕鬆愉快的音樂氛圍中 然後做一些肢體的伸展還有肢體的活動 讓他們越來越有活力也願意沉浸在這樣一個運動氛圍之中 社區長輩非常愛來社區參加股庫庫庫庫 對那餐廳在好好相互一樣 每一天都沒有同樣的體驗 豐富老大人的路人生活 我們這個社區是那個理事長經 體辦的他每次都有社區體辦運動 體辦什麼都有 還有做那個鎖魚做什麼鎖公益都有 我來這裡心情很好 很好 因為我們在家 因為老人家自己一個在家無聊 所以我現在來這裡 比較輕鬆又比較心情比較好 因應高齡化社會 婚人館各社區積極推動 又重重重關懷起點 提供黨部的更多 更完成的項目 讓鎖孫在外面打拼 也可以很放心 黨部有人照顧關心 記者庭貴族常伯德